而润泰集团的总裁尹远良呢 今天则是大手笔的捐出了30亿台币 要成立媲美诺贝尔奖的糖奖 糖奖未来将会两年举办一次 由中原院选出永续发展 汉学 生计医药以及法治等等四大领域的杰出人才 这奖金加上研究经费 但以奖项就高达台币5000万 甚至还超过了诺贝尔奖的4575万 也因此现在糖奖被称作是东方的诺贝尔奖 董事长 欢迎 润泰集团总裁尹远良曾经发愿要捐出95%资产 现在他跨出做公益的一大部 要捐出30亿元成立糖奖基金会 糖奖将会以最严谨的态度 诺贝尔奖为标志 一步步打造国际级的学术大奖 糖奖以西方诺贝尔规格打造 未来每两年颁发一次一共有四项大奖 北项奖金高达4000万元 表彰领域包含了永续发展 汉学 生技医药以及法治 由众演员评选 糖奖还提供获奖人1000万元研究奖金 如果读得糖奖 奖金加研究费相当于5000万 已经超过诺贝尔4575万的台币奖金 叶远良大手笔成立糖奖 期望成为最具规模的国际大奖 年轻的时候呢 是个放荡的孩子 是个不良少年 曾经在感化院度过两年半 但我很幸运的碰到很好的老师 了解到一个教育工作者的无私的奉献 回想起过往 云记犹存 当年全靠老师拉拔 才有今天成功的巅峰 这也让尹远良大手笔 捐出庞大资金的原因之一 尹远良另外还捐出400万元美金 大约台币1.2亿资助文化部 言出必行 尹远良慷慨捐财产做工艺 陆续兑现 也让他成了企业界最慷慨的文化传教父 这位新闻的小新闻网站阿玲 台北报道